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前几天在伦敦法庭迎来一场引渡官司的胜利 英国女法官说基于阿桑奇的精神状态 如果她被引渡到美国的话 她可能会自杀 所以拒绝了美国对阿桑奇引渡到美国的要求 阿桑奇是一个传奇人物 也是一位很有争议性的人物 他是澳洲人 澳洲很甜美 他却反美 和美国对着干 他因为发表了美国大兵 Bradley Manning 因为变姓现在叫Chelsea Manning 传给他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有关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机密情报 他被美国政府追杀 他在英国的厄瓜多尔大使馆躲了七年 后来因为厄瓜多尔换了一个右派政府 阿桑奇在2019年被厄瓜多尔大使馆赶出来 英国警察就把他逮捕了 之后美国就压迫英国 把他引渡到美国去 德国广播电台 德国之声 Dutchwell 有一篇对英国拒绝 引渡阿桑奇的 不错的评论 我把这篇文章介绍给大家 文章里面有一张照片 照片里有一群支持阿桑奇的群众在伦敦法院外面示威表示支持阿桑奇 他们高级一个标语 标语上写的是 Truth is not a crime 真理不是罪 Flee Julian Assange 释放阿桑奇 Jew the war criminals 把战争罪犯关起来 文章的题目是 Kaisek feel Julian Assange Julian Assange的部分胜利 文章的小标题是 Eine gut nachricht für Julian Assange Eine schlecht für die Pressefreiheit De aux lieferung des wikilis-gründer Abzulennen Wa überfadish Duck die begründungreif zu gut 对朱利安-Assange来说是个好消息 对新闻自由来说是个坏消息 早就应该拒绝引渡 违基解密创始人 但是拒绝引渡的理由不足 文章一开始就说 在许多方面 极为不公平的审办之后 地方法院法官 范尼亚·巴拉斯特 裁定不准许英国将 维基解密创始人 朱利安-Assange引渡到美国 许多观察家认为 英国的司法机构 会代表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而为牺牲起独立性 阿桑奇的权利和新闻自由 英国法院没有屈服 美国是自得庆祝的 但这并不值得值宽慰的理由 但这并不是值得宽慰的理由 巴拉斯特法官在判决中 只提到了阿桑奇在美国 可能会遇到不能道的监禁状况 以及他有自杀的危险 法官显然意辩方相反 辩方辩称 阿桑奇因起新闻合同而受到迫害 他对美国战争罪行 和其他不法行为 曝光符合公共利益 并且审判是出以政治动机 简而言之 巴拉斯特法官几乎在所有 观点上都同意美国政府的提出的论点 结果朱利安阿桑奇和新闻自由 都处于危险之中 因为如果阿桑奇被引渡到美国去的话 他面临175年的监禁 昨天德国之声也报道了 墨西哥总统Andre Manuel López Obrador 在墨西哥首都 墨西哥是表示要给阿桑奇提供政治批复 问题是英国会不会把阿桑奇交给墨西哥 让阿桑奇得到政治批复